欺人太甚了吧 难道您就是靠着这种巧取豪夺 咽过拔毛的本事 忠义两全的吗 你真想抗制不成 我汪你就是个商人 轮不着我抗制 有幸一代 康熙一逊永不家父 朝廷一旦缺钱 无法取之于民只能所致于商 乾隆末期 施两华严正的阿克战 勒令严商们为西南战士筹措军资 遭到以汪朝宗为首的扬州严商强烈抵制 现在你们在五日之内 各严商按照领取严隐的数目 将七十万两银子筹集上缴 扬州严商素来嚎嚎 他们卸华严之力为朝廷一众 面对强行贪派从不任人宰割 脾气火爆的暴总商 立刻一副断难合作的架势 五天七十万两 这就算银子从天上掉下来 它也掉不了那么快啊 元华老道的马总商使出托字诀 希望阿科战能够放缓七级 缓 缓你个十年八载的 两位没有败振下来 老谋深算的汪朝宗开始白事实讲道理 一下让严商抽出七十万两银子 终归是哥骨辽鸡 绝非上策 既然阿大人拿圣旨说是 汪朝宗索性以笔知道缓制笔身 如果一位拿圣旨压着 事情或许能办得成 但是若是给阎雾留下大话 那大人在皇上面前施功还是过 卢德公扭过头表示刮目相看 马德昌则不懈的看向阿科战 明显是等着看他笑话 阿大人此刻是理亏雌穷 压着怒火撂下狠话 历来都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可我阿木这一辈子偏不信这个邪 既然对方一露败尽 汪朝宗开始痛打落水狗 他表示 岩商们对阿科战仇措捐赦的任务 会予以精神支持 但谁也不敢说 自己家里就有几十万两银子 埋在地下 嘿呦喂 你们这帮岩商 交涉银翼诡计多端 现在敢跟我说没银子了 这么些年来 你们互相勾结黑白通吃 关银的钱你们没少挣 撕银的好处你们也没少拿呀 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阿大人的这番话 摆明了是告诉三位总商 都是千年的狐狸 哭穷玩聊斋实在没记 随后阿科战干脆提出了交换条件 只要岩商们帮他凑齐捐赦银鸟 那么运库的亏空就当没发生过 你们各位不都想堵住我的嘴吗 我也乐得装个糊涂 可是岩商们心知肚明 一步退则步不退 最后肯定是退无可退 大家不约而同的以沉默表示抗议 眼见软的不管用 阿科战北壁无奈 只能来应的 我阿某头上还卷着一把剑呢 谁要是对我阿某不义 休怪我无情 阿大人 欺人太甚了吧 面对阿科战的步步紧闭 汪朝宗终于爆发了 难道您就是靠着这种 巧取豪夺 咽过拔毛的本事 终一两全的吗 谁也没想到汪朝宗会突然这么横 阿科战当然也不例外 你真想抗制不成 我汪某就是个商人 轮不着我抗制 眼看两人已然谈崩 事业何思胜也不再沉默 向众人指出抵制捐输的严重后果 刚才阿大人的肺腑之言 如果大家依然不领情 那恐怕就不止捐输一项 如果圣上追究下来 那运库的亏空就真的要好好地查一查 何思胜给出这种威胁 让一向反对清查亏空的卢德公坐不住了 他表示两害相权取其轻 赶紧缴纳捐输才是目前的最优积 更重要的是 七十万两捐输对各位来说还是不难凑齐吧 你这话说的轻巧 这是奶妈打孩子 你是不嫌心疼啊 好好说话 我怎么好好说话 在这个衙门面前 我们岩山算个鸟啊 谁都可以抓过来 耗一把毛 我告诉你 老子的银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反了 老包跳出来一通发泄 正好给了阿克占借口 刚才还愁着煤锅煮黄豆 他就把自己送上来 别忘了这批银子是军饷 误了军饷军心离乱 我和各位脑袋都得搬家 你说说是银子要紧 还是你这颗脑袋要紧 大人 我们岩山家里是有些银子 但是也经不住这么轰雷打闪的往外搬的 再这么下去 小人就该卖房子卖地了 这时何司盛也跟着疯狂拱火 他毫不客气揭穿了老包打牌一指千金 遇到军书就无耻哭穷的事实 老包惨遭当众打理 恼羞成怒的他干脆耍起了无奈 不但豪横地宣布自己没银子 更是光棍地表示有本事就自己去搬 这可是你说的豹总商 你豹总商急功好意 毁家疏难 本官佩服 原来这七十万两银子是军贪的 可现在咱们这么定 就由你豹总商承担一半 包延万万没想到 阿哥站会这样无耻的就破下驴 憋屈的踏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他的这番骚操作 更是让汪朝宗之前的努力复制东流 更要命的是 他现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音 狗鸡来跳墙呢 以前那些烂州战 我还是知道的 大不了于死网破 双刀包延正在疯狂的单刀拍黄瓜 仿佛这根黄瓜就是阿哥站 一旁的马德昌坐着说话不要疼 劝他不要总拿运库的账策说实 并给他复盘 为什么今天会栽跟头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顺着朝宗的杆子往上爬 阿大人手里拿着黄豆 正愁找不着砂锅了 你倒好自己跳出来了 不整你长谁啊 包延当然后悔衙门大堂的冲动 但事后诸葛亮已然没了意义 关键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我不管 你国想法子 咱俩贴心贴费这么多年 你有事我能不管 但马德昌给出的办法相当粗暴 以托二姐三不管 因为要在五天内凑气七十万两 时间太过紧张 为此他们搬出了扬州支付区做睡客 好说歹说阿克战才答应宽限三天 三天 嗯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答应吗 你知足吧 多这三天就用不着心机火燎的赶了 还不谢谢宋大人 时间争取到了 马德昌的第二步就是戒 他们派出报延手下的延商吴老板 前往晋商蔡老板的钱庄 熟了蔡老板和老报组上有过节 蔡老板虽然答应借银子 但也附带了一个条件 您开个价 我只要一样东西 什么 一张败帖 欺人太甚 落井下石 我老报是什么人啊 他让我给他姓蔡的地门生帖子 这丢的是我老报一个人的脸吗 这丢的是扬州延商的脸 丢的是灰商的脸 正规渠道的融资老报不愿意妥协 马德昌也没辙了 但是在彻底放弃老报之前 马老板被迫出了个馊主意 至于到底是什么 这个咱们下期再说